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帮他捧场这样子 对 很谢谢他邀请我们 而且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追踪他的IG 叫方城市 然后方是芳香的方 城是早城的城 然后市就是那个市内的市 然后他的IG就是有很多 就很漂亮的照片 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很关注灵性啊 塔罗牌啊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美好的事物 我只能这样说 大家如果想看到一些 开幕的漂亮的照片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IG追踪起来这样 因为他邀请我们所以我们就安排了 这次两天一夜的台中小旅行 对 所以我们今天一到 我真的觉得比回到我家还要快 就上高铁 我根本就还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完 我们就到了 所以就一到之后 我们就吃了蛮多东西的 所以虽然是两天一夜很短 但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很像到国外旅行的感觉啦 可是我们今天吃到一个超雷的东西 我们在一中节 然后准备要回饭店的路上 就看到一个小摊子 然后觉得它很特别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 因为正好刚好有人也在购买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 诶 吃吃看 结果我们刚回到家 然后先吃了那一口东西 我就跟林淑宇说 你先吃 我先不要说它像什么 但你先吃 它吃了一口 就露出了一个非常非常 嫌恶的表情 我就说 它像不像我吐雾 而且我觉得那个表情是 我本来想说 我要控制 我不要做很难看的表情 可是我瞬间那个眉眼 就是失控 对 我们大笑 因为真的太难吃了 没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 它看起来 应该要是 可能有一些酱油的咸味 然后跟炭烤的香味之类的 但一咬下去 你会觉得很像是臭酸掉的东西 真的吓到 它那个调味 你会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因为它的东西也冷掉了 所以就一定没有 它刚做出来的时候那么好吃 对 所以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一定在路边 看到兴起的东西就要尝试 但对 除了那个东西之外 其他都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买一些 夜市必买的东西 哦 而且我们还先去吃了拉面 哦 对对对 拉面也是非常的好吃 没错 但你不觉得 嗯 可能不止台中啦 就其实现在流行的拉面 好像都是味道非常浓郁的那一种 对 我觉得很适合我 因为我就是喜欢鸡白糖 嗯 然后我比较不怕吃那种 很腻的东西 哦 是哦 因为我就喜欢吃起司啊 然后你知道 薯条啊 这种东西 就虽然 我觉得现在对炸物的 忍耐度比较低 可是我发现我就很爱 鸡白糖 我觉得我现在很爱鸡白糖 大概是 你刚刚要骂脏话咧 我刚才想说 那个嘴巴有点软软的 鸡白糖这个名 真的有点不太好发音 但总之我这一两年 真的好喜欢 就是这类型的拉面 所以就是 我之前有跟我朋友 去吃过两三次 然后每次吃完之后 我朋友的结语都是 我觉得我这一个月 都不需要再吃到拉面了 真的 我今天去吃完 也有这样的感想 可是吃了当下 真的会觉得很爽 对 就是你可能每一阵子 就会突然很想吃 然后吃完之后就觉得 我要清淡的 因为真的有点太浓郁 可是 这也是他好吃的地方 因为他如果太淡 我一定会说他太淡了 对 因为我那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拉面店 一样也会有什么 盐味拉面啊 可是我就想说 我都已经来了 我就知道最浓最浓 结果我其实就 每一次都吃鸡白糖 但还好你也没有到 那么频率 那么长的吃 对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就是其实 之前有听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有听到我们一直有在聊一个社群软体 叫做BeReal 然后因为这个社群软体 是我大概三月中的时候 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就认识到这个软体 然后我那时候开始使用之后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BeReal这个软体 它就是象征说 它希望破除现在所有社群媒体上面 就是大家好像都只po 精心设计过的照片这件事情 它希望让大家回归到 社群分享的最本质 就是分享我们真实生活中 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它的操作方式就是 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规定 是它会每一天在定时的一个时间 然后提醒你说 诶 该拍拍你现在在做什么了 然后你就需要拍张照片 它同时会拍摄你的后镜头跟前镜头 所以是 那个画面上面会显示一张大的照片 是你拍后镜头的画面 然后以及 很像在视讯的那种小视窗 然后放了就是 你现在前镜头 自己长什么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样子 然后你就必须要在它提醒你的两分钟内 把这个照片拍好 然后发出去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要 只发送给跟你是 已经是好友的朋友 还是你要分享给全世界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 也很就是蛮喜欢使用 就是因为 我一开始就把这个 社群软体是分享给 在国外生活的朋友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我刚好在国外生活的这些朋友 他们平常也不是那么常 在经营社群平台的人 就跟我一样 也没有那么常发现实动态 所以我们都 其实都不太知道 彼此的生活在做什么 但是因为有BeReal 然后又加上你其实一天只需要定时做一件事情 就是拍照 就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可以知道说 他现在可能在忙什么 然后我现在可能在做什么 就反而变成一个 很好的帮我们搭起聊天的桥梁的一个工具 所以那时候觉得BeReal真的非常适合 我的那个使用情境 然后就我也推荐给书宇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先问问看书宇 你觉得使用至今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好像 弧形状的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 弧形状是什么意思 就怎么讲 它是有点曲线式的 但我觉得一开始你推荐给我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就我实际上用起来 我会觉得偶尔有点烦人 因为他会在一个定时的时间提醒所有的用户 可是他是出其不意的时间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是早上九点 有可能是下午两点 有时候可能是晚上十一点半 然后就有的时候你可能 假如说累到不行 然后你可能准备要上床了 然后就看到那个通知 你想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或是早上起来就是睡眼心松 想说我也没有力气 反正有时候都是在你没有力气 或者是很常在 我想要在一天之中睡个惊喜午觉的时候 他也会跳出来 我想说我就要睡觉 不要再提醒我了 等一下我先问多少人有机会 在一天中睡个惊喜午觉 你先听一下什么是惊喜午觉 就有时候我吃饱 一天之中我会突然就 很想睡觉 我可能就会睡个半小时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可能会在 我很想休息的时候突然冒出来 那我后来越来越少po 就是因为常常可能 他冒出来的时候 我正在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 或是假如说我正在工作好了 我正在打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太可能说 我停下来拍一下照片 因为就很麻烦 会打断我工作那个节奏 然后后来我们去澳洲玩的那一阵子 我就发现 Be Real会让我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你在玩的当下 其实你不会介意拍照啊 po东西嘛 你就是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所以po几张照片 不会制造你的麻烦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刚好也就在那个时间点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也开始使用Be Real 然后因为他也是住在国外 然后他追踪的朋友 可能也都是他在国外认识的 一群朋友圈的人 所以我看到的东西就很不一样 因为他以往都是可能要沉淀了三六个月 才会在IG上面发 可能他这一阵子的所思所想 那他发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资考整理 或者是他po出来的照片 可能是他难得去旅游 但是你在Be Real上面 可以看到他去逛那个亚洲超市 然后看到了一个芋头书 上面有发霉这样子 就是他去拍一些生活中的小事 或者是他跟他男朋友出去玩 然后拍那个就是仪表板旁边 不是有那个播音乐清单吗 就是可以看到这种很日常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朋友最近就是因为他工作跟爱情 就是很忙碌 都不太会po任何社群 然后就因为Be Real 我发现我比较可以掌握到 他现在在做些什么 那虽然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们会互相留言 他可能会留说 你今天去哪里看起来好好玩 或是我也想吃这个东西 但以往我们可能在LINE上面 就没办法聊这么细项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很好 然后因为我的朋友本身目前不到五个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种小而无压力的感觉 但同时也因为人很少 所以你偶尔可能就是会 时间错过你也不会想po 所以相对来说 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po任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有好有坏 因为有时候你忘记po 我可能就一个礼拜都会忘记poBe Real 但是其实你的朋友 搞不好也就是三五天也都会忘记 我自己觉得就是 一开始我也有被他定时 要拍到这件事情烦到 可是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他没有 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点拍 就是其实他通知可以放着 然后大概是二十四小时内 你再回到Be Real 你只要就是选择说 我要晚一点po 然后你马上就可以再po 你就也可以看到你的朋友拍了什么东西 因为他的机制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到了这个时间 你还没拍照 你就算点进Be Real 你也看不到你朋友po的内容 所以你一定自己也要先产出内容 你才看得到别人给你的内容 这样 然后书里有个很有趣的使用点是 我在使用Be Real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开放 就是不认识的人可以看我的Be Real 然后我现在其实也不知道 怎么去调整这个隐私设定了 可是书里那时候就没有选择 他要不要把他管起来 所以他在Be Real 你常常会看到很多陌生人 给他一些表情回应 因为他里面就是有一个功能是 我们通常在回应表情的话 一定都是内建好的emoji嘛 然后他的emoji是 他每一个emoji 你都可以放一张自己的照片 就是拍摄你当下 这个emoji的心情的照片 就譬如说他有赞 你就可以比个赞给你朋友 还有爱心 你就可以比爱心给朋友 然后同时你的脸会在 那个emoji的框框那边 然后有一次我就注意到 我就想说 书里什么时候有认识外国人 而且是外国白男 我就想说 是哪里来的人 然后就一点点就看到他 哇真的是陌生人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说 对他其实没有关任何设定 因为我一开始朋友走你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包袱 我就想说 既然这个东西 就是要给全世界的人看说 大家都跟你一样 就像我们之前在某个单集讲的 就是因为他是要拍 你当下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当下是没有精心打扮过的 那你可能拍就是你工作萤幕 然后跟棚头垢面的样子 或者是出去玩 然后很兴奋的 你知道笑得很开心的脸这样子 所以你在看全球的人的时候 你会得到安慰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 哦这是一个好主意 那我也要这样做 可是后来就是会发现 有一些人会 就是送我交友邀请 然后我就不想答应 因为我就想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追踪一个不认识的人 然后每天看他发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我还是会突然紧张 就如果有人送那种交友邀请的话 可是我自己是目前还是不排斥啊 因为我如果真的是在做一些很隐私的事情 或是如果荧幕上面是我工作的机密的话 我也不可能拍 对所以我觉得还OK 只是如果你追踪很多很亲近的朋友之后 我就觉得开放给全球的人有一点点小麻烦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如果你po太多 你跟你家人的东西啊 可能就会不太想要让别人看到 重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回来 哦因为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知道你的观看群众 都是真的非常亲近的朋友 你就可以更分享更多私密的行程 对对对 因为像我现在 就我偶尔还是会拍我电脑荧幕啦 但是就是我当然还是会确认一下 因为目前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改回来 所以今天如果荧幕上有出现一些 可能我生活中的资讯的话 那我就不敢拍 我可能就角度要转一下之类的 对还是我有这样的考量 但是我目前又觉得说 好像开放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比real的社群如果开阔一点的话 也许很多人会因此受惠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 从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Mixerbox合作推出的 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 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bonus书从人生特辑 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Mixerbox搜寻 午后女子会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 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那今天其实最主要想要聊这一集的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澳洲的时候 刚好就是BeReal这个社群 开始非常红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在睡觉啊 然后我就偷听人家聊天 然后就听到两个年轻人就在聊 他们使用BeReal这个产品这样 然后他们就其中一个女生就说 我使用BeReal 但是我那天真的有过无聊的 你看我每天就是像这一天啊 是我那天下午睡觉的时候突然有这个资讯跳出来 所以我就拍了一下 就隔天又在差不多的时间 那我刚好都在那个时候都会睡午觉 所以我每次拍都是拍我睡午觉的样子 就很无聊 然后另外那个人就说 哦对啊我也是 但是我有时候就是会等到 就是譬如说我知道我今天晚上有要跟人家聚会 我就会特别把我的BeReal 留到那个时候 然后拍聚会现场的画面 然后去代表说 哎这是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这样子 后来听完了这个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说 哎其实包括我自己 如果我今天知道 我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社交行程 我也会倾向于把我的BeReal 留到那个时候再拍 就变成说 他的本意 其实是希望你展现你当下最真实的样子 可是大家好像都会已经先自我审查过说 我要把我的生活里面 还是比较有趣的精华 呈现在这个BeReal上面 所以我就想问问看 苏宇觉得说 这样子的使用方式 你觉得他还算是 一个真正切切能够 展现你真实生活的方式吗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yes or no的答案 我会说是no 因为它是一个你思考过的嘛 就有点像是我们发IG 我们也会你知道顺稿过啊 确定一下里面没有错字 然后读起来是顺畅 那其实这个都是设计过的东西 就像现实动态 我们也可以选滤镜 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同样一个概念 可是如果他真的要很严格规定 就是例如说3.05分 然后大家来po的话 那其实用户就会变得很少 因为我觉得很少人真的能够 例如说在那个当下立刻 两分钟内拍东西 就是你还是要给大家一些空间 才有可能就是比较实际的 让大家上手这样子 那我觉得刚刚我突然想回应就是 他的功能有点像是 你必须要付出 你才可以得到朋友的资讯 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在IG上面我们偶尔会潜水 就是例如说我可能会一两个礼拜都不用 可是我还是会看大家在干嘛 其实这件事情很好玩 可是Be Real这个方式我也觉得很好 就是你如果想要知道你朋友在干嘛 那你必须要分享一点你的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反映到现实生活 就是如果你都不分享 然后email的就说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然后跟我说你的爱情故事 跟我说你的工作 可是你自己都不打开的话 其实长久下来别人也会觉得很受伤吧 想说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然后都是我自己一直在讲 就是单方面的付出 虽然这个付出有点反过来 是很有单方面的一直告诉你讯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 但是回到你刚刚那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可能偶尔也会 例如说我看到他跳通知 可是我想睡午觉 那我午觉睡起来之后 我可能下午在看一个什么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我想到 哦我可以拍 那我就会拍 那这件事情可能就一样 我明明应该要拍我午觉的 那睡人心生的样子 但是我却等到有 有去电影的时候我才拍 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设计 然后我那天刚好就是 我们讲完那个主题 就是我们说 我们未来想录这个主题 我就在YouTube看到一个 我还蛮喜欢的频道主 他常常做一些 social commentary的主题 然后他就是因为有在用Be Real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影片 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他的想法 然后他前面就先演了一个 自导自演一个小短剧 他就先演一个 好像采访的那个就是导演 然后导演就说 哦来来我现在在拍你 然后那女生就说 等一下那个Be Real通知 然后他就就是讲话讲一讲 然后立刻先拍照 拍完之后他就说 哦我刚刚拍的这个是Be Real 这个是一个很酷的社交软体 因为它可以让你呢 就是活在当下 把你当下的东西拍下来 然后那个导演就说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让你活在当下的app 它是在你当下 过得正开心的时候 要你离开当下拍照 对吗 然后那女生就说 呃对 就是他有点矛盾嘛 就是他要你活在当下 可是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 你要忙着拍Be Real 所以他后来就在讲说 哦他自己实际上在使用Be Real的时候 也是像你刚刚说的 他都会想 哦今天我有没有要去哪个地方 或是我要等到我等一下穿漂亮衣服的时候 我再拍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 这件事情最后又会变成IG 2.0 嗯 所以他后来又开始觉得 Be Real让他压力很大 因为可能他自己算是小有名气的创作者嘛 那可能有些人认识他 可能他们不熟 都会跑来追踪他 然后最后他有一批追踪者了 他又开始去思考说 那我要提供给我的观众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觉得 哎最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他后来还是把Be Real删掉了 所以就他自己也经历过 一整波的那个心理转折这样子 哇你这个真的是刚好 就是要到我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使用Be Real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就是我会事先觉得说 哎我要先想好我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情 那我要把我的Be Real Moment 留到那个时候再PO 后来我发现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这样的心态不太好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而且你其实特别选这个有趣的内容 就是因为你希望在上面跟你互动的朋友 他看到这个有趣的内容 他可以有东西可以回应 可是实际上我后来回去思考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用的时候 我最一开始PO的时间 因为他都是什么下午三点或下午两点 都是我在上班的时候 所以我都是PO一些上班的东西 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做自有业之后 我就是PO在电脑前面做的事情这样 但是其实不管我PO 有趣的东西就是好像在外面玩 还是我是就是在工作 我的朋友都还是会找到一些东西可以回应我 就比如说我在工作 他们可能就说辛苦了 或者是你现在在做这样子的project什么的 那如果我在外面玩的话 他们也会说看起来很棒 你很开心太好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其实都会回应 所以好像他就不像是IG 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在PO现实动态 他就是特别会挑有趣的时刻牌 因为他知道这样子的东西 才会吸引到人家跟他会留言互动 可是我觉得比Real目前我使用到现在 我还是会愿意继续使用 而且会稍微调整 就是更调回是 他有提醒我 或是我想到的话 我再去用他 而不是我要特别精选某些片段放上去 就是因为在目前在上面的人 都是我真的非常亲近的朋友 而且我知道不管我从事什么行为 他们都是有兴趣 而且都想要跟我有互动的 我觉得这样讲 他有点像家人群组 就是今天妈妈PO说 买菜就是打折 然后大家说 哦 赞 就是会PO一些赞的东西 我说 太好了吧 然后妈妈如果去阳明山 就说 今天花很漂亮 大家说 哇 花很漂亮 人比花椒 对对对 就是大家一定会给出一些回应 就是针对这个事件 不会因为妈妈今天PO了 全联东西比较便宜 大家就想说 这个东西很不劲爆耶 我不要给你赞 或者是不要追踪你这样子 可是IG就会有 哦 这张上面特别漂亮呢 可能就会吸引到一些陌生人 我觉得就在BeReal上面 通常陌生人会帮我按赞的东西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困惑 我想说 这东西有什么好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好像不会去管你 这个东西有多好笑 他可能刚好看到 觉得 哦 这酷哦 然后就按一下 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你一定要展现出 特别光线亮丽 大家才想看你这样 对 所以就你刚刚不是有讲到说 哦 因为他有分享他的BeReal 给支持他的群众 就那位YouTuber 所以他可能就吸引到了一批群众之后 他就开始有那个义务 就是说他每天都还是要PO 精彩或有趣的生活 让这些群众愿意跟他互动 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在看的一个Vlogger 他叫MyFam 就是他也有用BeReal 然后他也是在 他最近的影片里面开始宣传说 诶 大家可以加我的BeReal 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好奇 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Vlogger 就是他的工作 就是拍他的日常生活的 然后你还要再让别人多一个管道 可以看到就是更真实的你 可是那个真实真的是真实的你吗 还是只是另外一个就是安排过的你 嗯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 就是所有人那时候会这么快速的走向BeReal 有点像是因为IG太过设计过了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IG已经变成很像是自己个人品牌经营的一个版面 所以很少人会在上面真的PO 非常非常真实性的东西 那BeReal就是提供他们一个 不仅有朋友圈 你还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我觉得他有增加那种 内容的精确性跟更贴近生活的真实性 只是就是 当这些社群平台或是媒体 他们都开始强调我们要走向真实性的时候 到底还有多少内容是真实的呢 啊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那位YouTuber嘛 就是他因为有了群众 他就开始知道他不能再拍 可能刚起床邋遢的样子 嗯 他必须还是要拍一个 哦 我正在录影片的样子 对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 我用了这个软体到现在 会有的一个大灾问 虽然我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确实有看到越来越多的 Influencer 他们都开始开放自己的BeReal 给大家追踪的时候 我就有在想说 那他们开放的原因是 他们在创造更多的流量 带到这个平台 然后可以做出一些商业上的转换 还是他们真的单纯 就是觉得这个功能很酷 我觉得 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 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因为 你平常在IG你回不去了 就是可能 他一定是你的品牌嘛 所以你很多po文什么 都会跟你的 就未来要给广告商的形象 是有环环相扣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 假如说你都是一个 很时尚的样子 然后你在IG就 每天都po一些 就是很邋遢的东西 你的群众可能会很喜欢 觉得你好真实 可是商业来讲 你可能会觉得说 可是我平常代言都是一些 你知道 就是美妆护肤的东西 所以就可能创作者 会有这样的考量 那BeReal就有点像是一个 庇护所 可以让他展现真实的自己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可以完全不会被 有观众这件事情影响 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的点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 全球性的动态墙 然后你记得吗 就是你可以 他有一个是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 所有的人 他们最近po的BeReal 然后那个地方 就是我那时候 特别有共感 就是因为 那一阵子就是 很多地方都还在 Walph From Home 然后我也是 还在Walph From Home的情况 然后我一打开就发现 哇所有人在这个moment 大家都在电脑前面 看起来非常的惨 然后在工作或者是念书呢 就觉得真的有一种 全球性 大家都在 共体时间的感觉 对这个是我觉得 当初在 还没有朋友的时候 先到BeReal上面 我发现就是 真的让你觉得 跟世界有连结的一个点 可是久了之后 一定会 还是会无聊去嘛 就是你还是会觉得说 大家怎么每天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我甚至会开始害怕 我会不会在上面看到 就是更多 不能被看到的东西 就我常常滑一滑 就是有那种比较黑暗的画面 我就会赶快滑过去 因为我很担心 会看到什么东西 但我也不知道 还有我们在做这个控管啊 只是我就是觉得 那时候在用BeReal的时候 确实会 满足自己的一个窥探欲 因为你真的是看到 别人的生活 而且是 你以前看到 可能在欧美的生活的朋友 他们po的还是 可能他们去看 非常漂亮的大自然啊 或者是 什么很好 很好吃的餐厅啊 或者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名胜古迹 就是 还是比较经过设计过后 然后很漂亮 值得被展现的地方 但是这些人 他们是完完全全 就是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他们就给你看 他们最邋遢的样子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这个东西 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可是 他只是一般人的时候 这样做 我当然会觉得说 很有趣很有趣 但是如果今天 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是 比如说Justin Bieber 或者是Ariana Grande 然后他就是每天 都在他的社群平台上 po这种东西 我会想看吗 可是会不会 就如果他们这样po的话 你就会觉得 你跟他其实是很像的 就比较Ariana Grande 每天po就是 躺在那五星级大饭店 说好累这样 他就算再怎么po 他还是会 有点像是被安排过的 因为他就有明星光环了 我现在觉得 最没有filter的明星 就是Doja Cat 哦真的哦 因为Doja Cat 有在直播的时候 他保育大便 然后大放屁耶 他真的超级有趣的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有些人他就是会 在直播的时候 然后做出这种 非常亲民的行为 但是有一些明星 他们还是倾向 会有自己的形象 哦 就是因为某些时候 偶像的存在 就是要让你看到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因为如果要看一样的 那你就看你或是你朋友就好了 对或者是我不认识的一般人 也会让我觉得很有共感 也就是就是前阵子 刚好我在看TikTok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 创作者他就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他就在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 所谓的真实性 我们都想要从这些创作者身上 找到跟自己有共感的地方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创作者 开始分享自己自身的一些 比较悲痛的经验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情绪上面的问题啊 或者是有忧郁 或者是焦虑症的情况 就是会比较分享 自己的脆弱面 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有想过 这些他分享的东西 真的是他想要在 网络上面寻求共感 还是他是因为知道 这个东西 是现在流量最高的东西 所以他做了 就是你很难去确定 他的真实性到底多高 对 然后还有像是 也有TikTok发现 Kylie Jenner 开始在车子里面 录他的TikTok影片了 然后就是会表现出 我在车子上面 我有不习惯 我的东西 我的镜头一直拍不到 我想要拍的 我的东西一直掉来掉去的 然后他们就猜测说 Kylie Jenner可能是觉得说 因为在车子里面拍影片 会让大家觉得很有亲切感 我会想看 多看你的影片 因为卡戴上一家人 跟那个詹娜一家人 就他们就是 已住民的 远离群众很远的 一群人嘛 所以他就说 会不会他现在这个行为 就是他想要跟大家 拉近距离 我觉得完全就是啊 因为他平常 不是在私人飞机吗 没有啦 他有自己的车 可是他平常拍车子的东西 一定就是拍他的 outfit 然后配上车子 这样子 就是他不会在 车子里面拍东西 因为你就是 如果有了解 就是你平常有在看 Kylie Jenner的 作品的人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他连他YouTube上面 放的flog 一定都是专业摄影师 在旁边跟拍的 然后或者是 他今天明明 什么时候没有做 可是他会请化妆师 到家里帮他化妆 那你就会知道 就是所以其实 你根本就不会做 这种一般人会做的事情 可是你为了迎合大众 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前面那位創作者 他会开始去怀疑说 那所谓的真实性 在网络上 到底我能够相信多少 而且你不觉得很有趣 就是平民老百姓 我们讲的是 这种很粗略的分 就是卡赖山家族 我们就说 他们可能是 世界所谓顶端 享受那个美光灯 然后跟大家注目 然后可能像我们 平常坐在路上的人 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 很多时候 我不是在讲特定的人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想要展现出 最精致的一面 就是最好是 不要拉拉搭搭 因为拉拉搭搭 就感觉好像很不专业 或是好像很没质感 这样子 所以可能会有人 认识一些人 他是从来不展现 自己亲民的一面 永远都是 你知道就出现在那种 超高级餐厅 然后做最精致的事情 但反而是在最顶端的人 他们要极力的展现 说我们跟你们都一样 我们都跟你们都一样 就是大家好像都是 努力的要朝对方的 方向奔跑 对方的假象奔跑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说 现在的社群 就有一个蛮明显的两个极端 是素人想要变名人 名人想要素人 对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 你平常在IG上面看到的账号 就会很明显的有两派 一个就是他会非常极端的塑造出 自己过着令人呈现的美好生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本身是名人 但是他想要分享的是 他内心最脆弱的一面 他会让大家知道 我有跟你一样 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经验 我们是朋友 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而且就变成说 我在BeReal上面看到的东西 我现在也会开始怀疑 想说那这是真的吗 对 而且因为像BeReal 就是一个力求真实的东西嘛 然后我相信 你一定有在TikTok上面 看到这个潮流 就是在IG上面 现在大家很喜欢Photodump 然后就是反正一次 可能就发十来张 然后都是一些 就是手机感觉好像 随机选的东西 我严重怀疑 他也是一种 极合式的艺术创作吗 我有看到一个TikTok 然后他就是说 现在Gen Z 就是很爱这样发 那个照片嘛 然后就有集结一些 虽然说我也有中一些 就是极度zoom in 某个很不重要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 房间角落的灰尘 有这种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 让人家想说摸不着头绪 然后配的caption 就是什么 2022 Summer Dump OKOKOK 对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那因为这些东西 会让你觉得摸不着头绪 然后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就很像行为艺术 没错 对 就是有一种怪可爱 怪美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自己看的 我也觉得很好玩 然后像那个 我们很爱讲的 Emma Chamberlain 他也很喜欢发嘛 那我在看的时候 当然也觉得 有趣有趣 然后很多韩国的创作者 现在也还蛮喜欢 发这种东西 然后其实 他发的那Photodump 可能就是那10张照片 里面每一张照片都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处 就是他开始不会去设限说 自己一定要发什么东西 他可能就拍他的狗啊 他家的花啊 虽然每个东西都是漂亮的 可是我觉得他也多了很多可能性啊 所以我并不觉得这种所谓的安排好的 要乱发一通的照片 这个是 quote unquote乱发一通 并不是随便乱发的那种 我觉得他有他的好处存在 我只是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好笑 我想说 如果我们要讲真正的Photodump的话 我手机里面发出来的东西 应该全部都是一些餐厅的截图嘛 就是都很无聊 你知道吗 就是一些 哦看到的那什么餐厅 什么中山站必去 然后什么 就是都是这种很无聊的东西 还是其实应该要开发一个软体 就是时间一大 他会自动帮你上传 你最近照了十张照片 然后名副其实的 超真实Photodump 诶我好喜欢哦 他超可怕的诶 他直接侵犯你隐私权啊 是是是 但就是确实这个idea蛮有趣 就是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选择 你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现在搞不好在听了各位 就是你扪心自问 可能你都不知道答案 就很多时候我做任何事情 例如说我发一个线动 我是随便发的吗 我觉得我是随便发 但我有没有在思考我的群众 或是我有没有在思考这个东西 是不是符合我想要表达的讯息 也许有可能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 我没有办法单纯的去论述的一件事情了 然后我那天刚好在听 少中印翔 我最近非常非常着远一个podcast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 算是概念吧 总之就是印翔跟少中 就在讨论说 他们刚开始经营社群的时候 就印翔很喜欢分享一些 自己有趣的故事 可是可能那时候就是只有朋友会看啊 然后朋友可能会看得懂他在说什么 可是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就会说 你讲了这个故事我听不懂 这样子 然后少中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想要让别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的话 那你要假装自己是第三者 然后看自己 那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什么样的逻辑去阐述你自己经历到的事情 别人才看得懂 然后他就转变了自己说故事的方式 然后他就发现 大家就是可以理解他的幽默了 然后他的社群也就慢慢起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像是当你认真在意你的群众的时候 你说话的方式 你看世界的方式也会有转变 那这个转变我觉得对于印翔来说 他自己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他说他开始讲话变得很有逻辑 他在说故事的时候 不是说 就有点像是我有时候讲笑话 我自己还没讲完 我自己狂笑 这就是一个很烂的笑话 因为就听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笑点在哪 然后我就已经笑死了 所以我觉得印翔他经历到的事情 就是因为当他在意他的群众的时候 他就开始变得有逻辑 然后他可以好好阐述一件事情 大家就更理解他脑中那个好玩的世界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问你也就是 你觉得当你在做某些事情 无论是IG或是Be Real 你开始思考说你所谓的群众 也许他们是你的挚友 或是有追踪你的人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 或是什么改变吗 我必须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常使用社群的人 所以其实使用社群上 对我这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改变 但是录节目来说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改变 对啊我刚刚没有想到录节目 这应该是比较大宗的 对因为录节目就是 有点像你刚刚提到 应想改变说故事的方式 虽然我并没有真的 完完全改变我说故事的方式 可是我在 就是譬如说我看完一部作品 或者是今天发生一件事情 然后我想要从中就是 感悟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开始比较 真的是有逻辑性的去思考说 我刚刚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感觉我喜欢吗 那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是为什么 那我想要改变的地方是什么 或是如果可以重来 我希望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那把这套逻辑就是 其实放在很多地方上都 蛮适用的 就是不管是你刚看完一部作品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算是增加自己一个 自行的过程吧 我以前 不太会去讲自己的情绪感受 我只会说 我很难过 或者我就超开心 但是我讲不出哪里难过 哪里开心 就有点像是我看一部电影 我说不出 我觉得它哪里好看 我吃一个东西 我也说不出 它哪里让我不喜欢 可是今天我就可以跟你们说 它吃起来真的很像我吐雾 或是它发生了什么问题 让这道菜真的不好吃 这样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跟刚刚的那个故事 算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就是我觉得 做节目 之前我们就有讲过说 有时候聊天很像滋商 但是如果你跟朋友 只是纯粹就是喝下午茶 当然有时候真的会到 很深的地方去 可是因为节目 你不可能说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浅的 随便聊聊 因为你自己聊完 你会觉得说 这东西什么都听不到 只听到很表层的故事的话 那我自己也不想发 所以变成是 你每次在聊天的时候 你真的是 会很需要问自己很多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某些创作者来说 他会觉得这个是 变成一种变相的表演 因为呢 是我们自己在做节目 然后经历到这个转变 它有点内化成我们的思考模式 所以就不会让我们觉得说 好像我们是在 有意识的做一个表演 而是我们整个已经转变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现在有好一点啦 但就我们刚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太习惯 我们对话的节奏 就是我们是习惯 一个人讲完 然后再给回馈 这样的节奏嘛 然后就变成我跟 就是其他朋友 是他们可能比较习惯 就是会 想要快速把话题 就晃晃晃晃那种的时候 我会超不习惯的 就是我会想说 我还在讲 然后他就突然插进来 或者是我会想说 那你讲完了吗 就是我要给回应了吗 然后他会想说 你为什么不赶快 给我回应这样 就是整个节奏有点乱掉 就我太习惯 我们一来一往的那种速度 嗯 对 我觉得有差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 偶尔突然有个空拍 然后我还在等 那个人要讲更多 对 因为 因为你是一个 会做自我总结的人 哦 就是你要分享任何事情 你都会先有个自我总结 嗯 可是我的习惯就是 我到现在都还是会讲 就是我会习惯 就是我先讲一段 然后等你给我回应 我再给你一个 我的反馈 然后我们在最后 做出一个共同的总结 哦 对对对 可是就是 所以对我来说的影响 是节奏上面 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的影响 就是你可能会一直觉得 那你刚刚要讲的 讲完了吗 哦对 因为我就是 我有发现就是在节目上面 我也是 尽量要变成 我要先自我总结丢给你 你才可以比较好回应 这样 哦 我觉得这就是习惯问题啦 但是 我就发现有时候我 假如说我问我学生问题 然后我可能问他说 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 然后同学就会说 哦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想说 嗯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 我的问题可能 会需要再更明确一点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 那是为什么你觉得是这样 就有时候我已经 你知道一条龙想说 那你分享完你的感受之后 你要解释这个感受 从何而来 哦对 因为我们也是属于就是 我们太习惯彼此问话的方式 然后也就是知道 自己要怎么分享内容了 所以你可以 比较完整去阐述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然后你一条龙中讲完了 我就会跟你说 哦我对这些人有想法是什么 可是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人 需要引到的 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说出那个引导的语句 你反而很难去回答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当今天有人问我 比较笼统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会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已经预设就是 我讲完我的答案 你会懂 哦 就通常我们是习惯到就是 其实你跟我讲一个 比较笼统的回答 可是我还是懂你在讲什么 那种情况 然后就变成说 现在我又遇到一个陌生人 然后我就这样回答 然后他就想说 你要不要再多解释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就是有点 形塑一种新的社交习惯 然后因为我们太常录节目 所以你就会 不小心有一个幻觉 觉得这是常态 对 但他其实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有时候你要跳脱出来 发现说 哦世界上还是有很多 不同的对话模式 就是不能 活在自己的舒适圈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是回到社群上面的话 我就觉得 很多人不是都会 还是会强调说 那譬如说 假设你今天就是看不惯 Be Real的使用方式 那你就不要使用 或者是 你觉得Facebook非常的落伍 那你就不要使用Facebook 你为什么要用又爱骂 可是我就是会觉得说 但是这些要用又爱骂的人 你其实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如果他今天就是因为 好啊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是想要 在我的小圈圈里面 过得很快乐就好了 那他其实也错过了 很多尝试新东西的机会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这样很可惜 是因为 你的世界观就越来越小 然后小到你最后 可能当有一个 比较新的东西出来 或是对你来说 比较冲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完全不知道 怎么反应 嗯 我就觉得是一个 很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因为 我们今天早上 有在聊一些 我们私人的事情 然后就有讨论到这种 就是活在舒适圈 他很好 可是如果你的生活中 只有舒适圈 我们纯粹讲社交的话 那今天就像你讲的 突然来了一个 就是对你来说 很出格的人 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也太怪了吧 或者是我完全无法 同理他的那个价值观 很扭曲什么之类的 那可能就是 你会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觉得说 我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这个人 让我觉得如此不舒服 你才讲的 有够像言情小说的总裁 你就是爱德华库伦啊 贝拉是个疯子吧 为什么我读不出他的心 为什么让我的心 如此激动 我觉得人还是 偶尔要习惯 就是不舒适的感觉 我觉得尤其在社交上面 就是可能生活习惯方面 你可以很舒适 但是我觉得 要去习惯说 今天就是会有人 跟你不一样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 你可以有所反应 你可以觉得 你不想要理解 你不想要接受 可是 我觉得还是要知道 这个世界 大概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是 我们使用FB 使用IG 我们难免可能会在 例如说像TikTok有For You 或者是IG的话 就是那个什么 贴文串 对对对 在IG贴文串 你也可能会看到一些贴文 想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不想看 就你大可可以 就例如说退追 近身或什么的 但有些人 他可能是你很近的人 或是你还是对他 很多作品是很好奇的 那我就觉得说 有的时候 一点点不舒服 其实如果你可以侦测到 然后大概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不喜欢 我就跳过 但是也不一定要说 我不喜欢 我就完全不追踪 就像是你刚刚说的 有些人他讨厌Be Real 可是他又很想用 就是爱用爱帽 就是人的天性 一定不会有个完美的社群 因为我们早上 其实有大略讨论过这个话题 然后苏宇就有提到一个想法 我也觉得蛮有趣 就是你用了Be Real之后 一定就会开始 有更多人就会说 他不够真实了 然后就会再跳出第二个Be Real 然后或者是好 因为今天早上有一篇新闻 是那个Washington Post 就是在说TikTok 他们目前正在研发 类似Be Real的功能 然后我跟我的另外有朋友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那位朋友就有提到说 说不定TikTok也有准备 想要收购Be Real这件事情 那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然后我那时候 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说 其实非常的有道理 因为Be Real 以他目前的经营模式 确实我现在目前 没有看到他可以赚钱的地方 所以我还没有想到 他怎么样去变现这件事情 那如果被TikTok收购之后 我可以想象到就是 TikTok他现在既有 非常多的商业模式 可以直接套用在Be Real上面 然后他可能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折重的方式 让Be Real的用户 可以慢慢的接受 因为TikTok当初就是这样子 慢慢收服所有人的嘛 就让大家习惯 短影音这件事情 当然前面阵痛其实很长 可是大家一习惯之后 全部的人都被迷住啦 就是大家都像 发了风一样 狂看短影音嘛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 TikTok确实有这个本事 可是如果今天 TikTok收购了Be Real之后 那大家一定会去寻找 下一个Be Real 寻找下一个 专属于自己的 幻想中的伊甸园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会停止的 而且我觉得 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 下一个Be Real 或是下一个 更真实的社群 代表人类对于 真实的渴望很强烈 就是我们也希望 在IG上面 我们看起来是 体体面面 或者是我们的个人品牌 可以经营的很成功 可是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大家还是想要真实 我虽然觉得 最终的解放 可能就是走出你家 然后跟人类展开 一场真实的对话 没有拍下来那些moment 才是真实的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想 虽然说 大家都在找自己的真实 可是我觉得 最终那个真实 还是会回归到 你有没有真实的 社交权这件事情 因为Be Real 现在对我来说 还有吸引力 就是因为 我真的就是 跟我真实的好朋友 在上面分享 真实的生活 所以他对我来说 是有吸引力的 他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你们要怎么使用 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 我现在使用方式 我觉得用很快乐 那所以其实 就算Be Real 今天他可以变得 非常商业好了 但如果我的朋友 没有离开这个平台 我也不会离开 所以其实最本质 还是就是 有没有你真实世界 有意去支撑 你使用这个软体 因为软体 只是媒介 重要的还是 你跟这个人的友谊 有没有存在 然后有没有让你想要 持续经营 对而且如果讲IG好了 我觉得其实上面 有很多真实 都是发生在小盒子里面 就比如说我们IG 可能po限动啊 你说Adam Levine 的外遇门吗 也算也算 没错就是 小盒子因为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可能我跟我朋友 讨论的东西 就会是 例如说我po 我今天去吃了什么 就我朋友可能会跟我分享说 啊那我今天日常 也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可能也会告诉他 我日常的一些小事情 那些东西可能IG上 99.999的人都不知道 那它就是存在于 我跟我朋友之间的真实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社交软体上面 你如果愿意的话 还是有很多 非常非常真实的社交 只是他没有办法 拿出去展示而已 因为展示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表演啦 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 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今天如果我要发出一个东西 我有一个脑中潜在的观众 就算他这个轮廓不清楚 他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就是一个表演 那我就不会力求真实了 那我只要当下问心无愧 我觉得我现在的样子就是这样 那我就不会再去想说 那我到底是不是有任何 假装的成分 因为我觉得很难 就是你真的很难说了 所以不知道现在大家有多少人 有在使用BeReal这个软体 然后我也很好奇 大家对BeReal这个软体 你使用到现在的心得 但如果你是真的 有在上面交朋友的话 我也很好奇 对 因为其实他其实可以交朋友啊 就如果你分享给所有的人 然后你开始展开一些对话的话 是有机会的 对 对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大家使用BeReal的心得 还有你们对于 就是现在在使用社群软体上面 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 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都欢迎到我们的IG私讯 我们 或者是在自己的 限动分享 然后tag午后女子会的IG 那我们的IG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是可以搜寻午后女子会 那也可以来信到 我们的听众投稿表单 连结是放在我们的 IG bio的地方 对 那喜欢这一集 或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 那对于这一集 如果有特定时间段 想要留下特定留言的话 也欢迎到 Mixer 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